世事如奇局局新 对于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而言 最不缺的就是始料未及和意想不到 局势的反转与突变 往往就发生在转瞬之间 如今 正当每一日加接连向乌克兰递棍子 欧盟准备向乌克兰提供12亿欧元援助 俄罗斯不断亮剑 欧洲上空战人密布之际 局势突然迎来了重要转折点 25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讲话称 基辅目前正在积极通过和平方式缓和局势 并称一切尽在控制之中 呼吁民众保持冷静 没有理由恐慌 不得不说 在欧洲局势剑拔弩张之际 泽连斯基公开发表的此番讲话 真可谓是信息量极大 简单梳理其中三个看点吧 一 关于打不打的问题 泽连斯基给出了较为明确且积极的回应 不打 基辅将通过积极且和平的方式 给当前局势降温 事实上 泽连斯基之所以会转变态度 释放缓和信号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一来 俄乌实力相差悬殊 根本没得打 尽管美英近期紧急向乌克兰提供大批武器弹药 但乌克兰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精良 外界也都心知肚明 一旦冲突重燃 基辅的下场会很惨 因此 在结局已经写好的情况下 乌克兰没理由冒险与俄对抗 二来 美英的支持只是一张空投支票 在美英和北约眼中 并没有将乌克兰视作真正的盟友 即便战火重燃 也不会真的帮助乌克兰 否则 美英怎会在局势剑拔弩张 基辅最需要支持的时候选择撤侨呢 三来 眼下全球疫情思念 就连美英法德的日子都不好过 更何况是实力更需一筹的乌克兰呢 说到底 在当前局势下 没有任何国家能承担起一场冲突爆发的后果 如果战火重燃 谁是赢家还不好说 但输家 肯定要算乌克兰一份 所以 泽连斯基自然会转变态度 释放缓和信号 二 乌克兰想给局势降温 有什么办法 泽连斯基给出的回答 就是与俄通过外交谈判方式解决 因为 就目前局势而言 只有谈判 才是最切合实际 最有效的解决方式 当然了 乌克兰与俄单独扛的可能性很小 拉上法德一起 在诺曼底模式对话机制下谈 或许才是泽连斯基想要的 三 对于美英等国临阵脱逃的行为 泽连斯基这回好好讽刺了一番 泽连斯基称美英撤侨为时过早 太过谨慎 大有一副别的国家都还没走你们救急这逃 是不是太胆小了的意思 就差没有痛施美国悲心气矣了 由此看来 美英煽风点火 试图通过乌克兰向俄施压的计划 可能要以失败告终了 就目前情况来看 俄乌双方都主张和平解决问题 并不愿意看到战火一起 收零涂炭的悲剧发生 因此 在俄乌都开始保持克制与冷静的情况下 紧张局势是有望得到缓和的 当然 俄乌虽然有意谈判 但也要提防美英等国见识不妙 强行煽风点火 已然冲突 毕竟 过去数十年里 美英被地利玩小手段的情况却是不少 可能故意煽动乌东部地区的武装分子开火 也可能是直接代劳 通过代理人打响第一枪 总之 名枪易躲 案件难防 既然乌克兰也有坐下谈的意愿 那么接下来就得提高警惕 并将眼前的克制与冷静保持到底了 时代变了 当前的国际主题早已不是冲突和对抗 取而代之的是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 若美英执意沉浸在旧的对抗思想中 满世界胡作非为 煽风点火 迟早会落得一个玩火自焚的下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